哈喽 Autonomic 的朋友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美洲 360 的时分 那今天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分享上一周的这个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 全新大换代的这个 Mercedes-Benz C-Class 终于正式发表了 那这个代号 W2006 的车型其实算是原厂 花了蛮多心思去开发的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和上一代的这个 W205 有什么不同 首先在外形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一代的 C-Class 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上有一种小一号的 S-Class 的感觉 没有错 Mercedes-Benz 这回就为这个 W2006 导入了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它整体还是很流线型 但是可以看到它整个设计是比较简约化的啦 但同时又有一些比较肌肉感的重点线条设计 也让这台车看起来相当的运动化和年轻化 那这一回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原厂这一回就为新一代的 C-Class 的大型水箱护照 被称为星河隔山 这个名字是很 fancy 一下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隔山的设计的细节上呢 导入了这个他们本身的这个厂窥 也就是三角标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看起来是很特别一下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设计如何呢 那这个头灯组同样也是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啦 倒三角的设计 而且这个 W206 它也导入了大哥 S-Class 的这个 数位镭射头灯技术 它的这个照明表现是用分辨率来计算的 高达260万MF 而且我记得它是可以在这个路面上做一些 动画的这个设计的 是很 fancy 很 fancy 的东西了 不过讲到外形啦 最大的改变还是它的车尾设计部分啦 这一回呢 这新一代的 C-Class 就拥有和 A-Class E-Class 以及 S-Class 一样的这个尾灯组设计啦 也就是两片式的这个设计 看起来是更加的年轻化了 不过 内装才是这个新一代 C-Class 的重点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很 毫无意外的导入了这个新一代 C-Class 的所有元素 包括全新的这个方向盘设计 那个 logo 是有点大的啦 然后在这个冷气出风口方面呢也是少不了 Benz 习惯有的这个氛围灯设计 然后是有64个颜色可以选择 但是整个内装最大的亮点还是它这一个 非常巨大的 screen啊 没有错这一回这个新代的 C-Class 它取消了 Benz 以往的这个双联屏幕设计 而是改用一个 12.3的独立仪表盘设计 还有这个11.9寸的超大 悬浮式屏幕设计 这个就取代了许多实体按键 所有的功能很多功能都是 透过这个 touchscreen来操作 Tesla看到吗 这个就叫漂亮精致啦 而在动力部分呢这个新代的 C-Class也是有一个 No.1 那就是它是首款全面电气化的 Benz 没有错它全车系都搭载这个 4缸引擎并搭配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48W的这个技术啦 那在第2代的 ISG技术之下呢 它除了在这个 低速行驶可以提供额外的动力以外呢 整体上它还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 20hp 以及高达200Nm的输出功率哦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个48W技术其实是要 为这台车子带来更好的一个排费以及油耗表现 至于在引擎部分呢这个汽油引擎方面呢 这个新一代的 C-Class 它是被有1.5 Turbo 以及 2.0 Turbo 两具引擎选择的 其中 C80 和 C200 就使用这个 1.5 的四缸涡轮加引擎 至于 C300 则是使用 2.0 的四缸涡轮加引擎 所有引擎都是搭配这个改良版的 9G20 9速自排变速箱 那在这边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列表看一下这三个车型 在输出功率方面的分别 讲真的啦这个 C-Class 一向来都是我蛮喜欢的其中一款 Ben C 啦 主要是它的这个颜值高 而且好像上一代的这个 W205 内装 推出那么多年了 就算在现在看来它还是依旧那么的漂亮那么的精致 那这一回呢这个新一代的 W206 更是把整个 fancyness 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奢不奢华我是 no comment 不过那个 Wow Vector 肯定是同级里面最厉害的那个 那就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 C-Class 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这个看法 第二支新闻 Wowoww在我国又有新车了 上个星期 gwawwm là就就在我国发布了 XC40 Recharge T5 听到 Recharge 这个名字可以大概踩到啦 它其实就是一款 Ybrid 车型 而且是 差电式 跟 PH EV 车型 这也是继 XC-90 XC-60 S60 还有 S90 以后 World Malaysia 在我国所推出的第五款 PHEV 车型 不过这个 XC40 Recharge T5 它所采用的混合动力系统 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 T8 Twin Engine 它整体的设计是相当的不同 我觉得可以用完全不一样来形容了 首先它的引擎部分它采用的是 1.5L 的三缸涡轮这样的引擎 搭配一具电动马达 但是这一具电动马达并不像 T8 那样是放在后轴 而是在这个引擎以及变速箱之间 也因此这个 Recharge T5 它其实不是一台 All-Wheel Drive 而是一台前驱车型 如果只是看引擎那这具 1.5L 的三缸 它可以提供 170hp 的最大马力 风筝扭力则是 265Nm 至于它的这个马达则是 81hp 以及 160Nm 整体之下综合到来它的综合马力高达 258hp 至于综合扭力则是 425Nm 哇 这个比起那些欧席小工的话 基本上是还要更加厉害的啦 而在变速箱的部分 和 Volvo 以往惯用的这个 8 数字牌不同 这个 XC40 Recharge T5 它所使用的是 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那在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之下 这个 XC40 Recharge T5 它 0-100 的加速 表现为 7.3 秒 相比起这个汽油版的 T5 All-Wheel Drive 它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这个 T5 All-Wheel Drive 它是 6.4 秒 而在纯电续航能力方面呢 这一台车是有 44 公里的一个表现的 XC40 Recharge 方面呢 如果你使用普通 2.3kW 的插座的话呢 是需要 5 个小时 至于使用快充的话呢 可以进步减少至 3 个小时 不过讲了这么多啊 这一台车最厉害的 还是它的这个安全配方方面 是它的强项 首先它就拥有这个被称为 City Safety 的 都会防护系统 它包含的功能像是有自动紧急刹车 前后方撞击预警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车道便宜修正以及警示 还有这个维持辅助等等的 以及 Pilot Assist 半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基本上就是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啦 但是它厉害的地方是 它还多了一个被称为 Run Off-Road Mitigation 华语叫死离路面缓冲系统 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当你不小心把这个车子 死离路面就是不小心开出路面外呢 这个系统它是会进行一些刹车动作 还是辅助等等的 来尽量避免这个意外的发生 而且不止这个哦 还有另外一个被称为 On-Coming Lane Mitigation 这个翻译到来就是对向来车散避辅助 也就是说对面有车子冲过来的话呢 这个系统它是会帮你 撑掉这台车的 哇 这个简直就是 Win 了咯 我觉得以后的车子就是要有这两个功能 哇 那这个这样先进的入门豪华 SUV 在我国是卖多少钱呢? 首先因为它是CKD 车型的关系 所以它是可以享有这个SSC 税务豁免的 那它的售价是242,197 令吉 四分 但是其实它相比起这个没有PHEV 的 T5 AWD R-Design 来说呢 两者都是有这个R-Design 的套件 但是它还是比这个汽油版 贵了一个1万令吉左右 而这个价钱呢 基本上也算是同级中比较贵的一个车型了啦 但是它也同时是最安全最多功能 估计也有可能是最省油的那一台 SUV 所以你会考虑它吗? 第三个新闻 又是 Volvo 不过这一回是 Gili 和 Volvo 了 那讲到这个 Gili 和 Volvo 之前 其实 Gili 它是有一个计划的 那就是要将这两个品牌进行合并 用意其实是要把 Gili 集团 推向这个国际化的舞台 不过看来这个计划是有变啦 因为 Gili 在上个星期就宣布呢 未来这个 Gili 和 Volvo 将会继续独立运作 但是双方的这个合作将会进一步加深 并且注重在这个三大领域 首先第一个就是共享平台和动力配置 至于第二呢则是纯电技术 最后就是这个自动价值辅助的技术了 而在这个最新的合作模式之下呢 Gili 和 Volvo 将会个别把他们旗下的这个动力部门进行整合 并且成为一家完全独立的一个新公司 这家全新的公司呢 最快在今年年尾就会正式操作 专门提供引擎 变速箱 以及新一代的这个双马达混合动力系统 而且除了提供给 Gili 和 Volvo 以外 这一家新公司它也提供这个外销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外面的汽车公司 你要买这个动力组合的话 你是可以和这家新公司购买的 享用到这个 Volvo 的技术会做生意哦 目前呢这个 Gili 和 Volvo 也已经达成协议 为了他们将会共享这个 SBA 2 电动架构 以及吉利专门为 Link & Co 开发的 SEA 浩瀚架构 同时呢他们也将会一起合作 开发下一代的这个存电平台 并且共用电池组以及电驱系统 我相信在这样子一个 Group Buy 的模式之下呢 能够进一步节省他们的这个成本 那其实呢 Volvo 在这一方面对我来说啦 已经是相当的领先了 那这一回还多了这个吉利的加入合作之下呢 其实我是相当看好这一个发展的 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希望 Proton 能从这个合作关系之中受惠 最后一个新闻 嗯 雷克萨斯 那 Lexus 在上个星期就发表了 这个 Lexus IS 500 F Sport Performance 那这一台性能防跑呢也是首款 F Sport Performance 的车型 那在这里我就大概和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 F Sport Performance 它其实是一个 Lexus 最新延伸出来的一个运动车系 定位呢是介于 F Sport 以及这个顶级的 F 之间 那这一方面其实就有点像这个 BMW M Performance 也就是在它的 M 值下 呃 基本上就是一个二哥的身份 那这个 IS 500 F Sport Performance 有什么厉害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形啦 它是基于这个最新改款的 2021 IS 打造而成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一个更加具有侵略性的这个套件设计啦 其中它的这个引擎盖还加高了两寸那么多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重点了 那是因为 Lexus 为这一款防跑换上了大引擎 它就是来自 RC F 的 5.0L V8 自然进气引擎 大排量精神 而且是 NA 哦 7100 转可以产生高达 472 HP 的最大马力 并且在 4800 转产生 535 Nm 的扭力 比起之前的这个 IS F 或者是现行的这个 IS 350 还要高 而且我相信这具引擎它的声浪应该会很好听哦 而在传动系统部分呢 这一台 IS 500 它是使用这个巴速的 Sport Direct Shift 自排变速箱 并搭配配有 Torsen LSD 差速器的后驱系统 这样的一个组合之下呢 也让这一台后驱防跑 0-100 的加速就需要 4.5 秒 而在底盘部分呢 这个 IS 500 也是标配了 Dynamic Handling Package 那这个被套呢 首先它就包含了一个被称为 AVS 的 自适应可变悬吊系统 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 自行根据路况调整的一个电子悬吊系统 而且哦 它的这个后面的性能 Absorber 还是 Yamaha 代工制造的哦 那同时呢 它的这个刹车碟盘也增大之前 14寸 也就是 355mm 后 12.7 寸 也就是 322mm 在这方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设定 已经是相当的性能派了啦 而且哦 在这一个年头 能够在入门方法里面还看到 大排量自然进去引擎精神 真的是很难得 而且老实说 虽然这个 IS 已经是有一点年纪了 但是在经历了这个很大改变的小改款之后啊 它整体的这个颜值其实还是蛮帅一下的 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这个 NA 日系防跑 还是选择 OC 的这个 M3 或者是 C63 呢?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 的所有重点新闻了 就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新闻有感觉呢 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看法想要发表的话 别害臊 Don't be shy 敢敢踊跃的发表你的意见 在下方留言就对啦 我是小明 老话一句 不要忘记为我们的影片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